这个官司不寻常 竟然要给一群马蜂 确认房产信息 这件事情太荒唐 一个成年人竟然和马蜂 致起了气 多番走访 实地勘察 小马蜂带来的大麻烦 最终又该如何化解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马蜂复仇之后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主播金飞 牛奶家花生 大力康小鄂 一路牛奶花生 邀请收看传奇故事 前些年有个段子 说是有人去办事的时候 遭遇了需要证明 我是我 我妈 是我妈的尴尬困局 可是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里 却出现了一件 更加匪夷所思的事 当时有两家人 在法庭上打官司 打着打着 突然遇到了个问题 那就是需要证明 一群马蜂 是住在一个特定的蜂巢里的 给马蜂确认房产信息 这听起来 是不是挺像是吃饱了成的 而且像马蜂这种生物 既没有身份证 又没有房产证 又该怎么证明 它们到底属于哪个蜂巢呢 要想弄清楚来龙去脉 让我们从头开始说起 这件事情呢 是发生在重庆市万州区的白杨镇 这天一大早呢 居民梁大姐 也像老常一样 不慌不忙地就到地里头摘菜 这块地呢 离他们家不远 不行也就是几分钟时间 可是谁都没想到 就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 一件始料未及的事降临了 当时呢 梁大姐走着走着 突然遭遇了 迅雷不及掩耳的一幕 他走的呢 才走到这个路口的时候 首先是回来了一只马蜂 然后不到两秒钟 再来了 又来了一只就是两只 然后不到三秒钟 一下子很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 蝗虫过境的画面 据梁大姐说 当时朝他袭来的马蜂啊 就大有这个势头 成群结队的马蜂就简直像疯了一样 直愣愣地就往他身上扑 然后是梁大姐活了这么多年 他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 在求生本能的支配下 他转身就往家里跑了 即便是这样 不少马蜂还是不依不饶 就这样 在马蜂的一路围攻之下 梁大姐虽然侥幸地跑回了家 但是身上却被严重的遮伤 伤到什么程度呢 被遮的当天 梁大姐就去了镇上的卫生院 一天之后 又被家人送到了更大的医院 前一天还能自个儿去医院 后一天就只能被家人送走 可以想象 短短一天的时间里 梁大姐的病情出现了迅速的恶化 事实上 医院开具的病例显示 梁大姐们送来的时候 已经出现了意识障碍 呈昏睡状 就连排泄物都变了颜色 连意识都没了 毫无疑问 梁大姐的情况是相当不妙 面对这张猝不及防的变故 梁大姐的家人 是充满了忧郁和娇心 可对于梁大姐来讲 更大的打击还在后头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份 死亡证明书 您看是医院开个神态 没错 正是梁大姐 死亡证明上显示 那是被马蜂遮伤 梁大姐出现了 急性肾衰竭 急性肝衰竭 中毒性心肌损害等 症状最终 因为毒风遮伤 致全身多脏气衰竭 梁大姐不幸死亡 一次寻常的出门 最终竟然演变成了 一出致命的悲剧 人生之无常 生命之脆弱 在这一刻显露无疑 梁大姐的不幸死亡 令人感到惋惜 但是像这种马蜂伤人 乃至死亡的案例 其实并不算罕见 比如说在四川 穗宁就曾经发生过 这么一件事 有一名女子去田里干活的时候 突然被马蜂遮伤了 因为伤情严重 医院为挽救她的生命 光血浆就致患了六次 一共用了三万毫升的血浆 据医生介绍 这相当于把病人全身的血液 整体换了七点五次 也多亏了这种持续的救治 这名女子最终才捡回了一条生命 吴德勇 在重庆市八南区的介石镇 也发生过一件类似的事情 在这件事里头 也是一群马蜂突然发了狂 可是因此遭殃的人却格外的多 不仅造成了多名村民被遮伤住院 甚至还导致一名村民不幸死亡 小小一马蜂竟然制造出了这么大的困扰 看了这些案例之后 相信不少人都会为马蜂的杀伤力所感到震惊 事实上马蜂的毒性之大 的确是超出了不少人的想象 专业人士也提醒 要尽量避免惊扰马蜂 一旦和蜂群狭路相逢 也不要像梁大姐那样迅速奔跑 更不能对蜂群进行扑打 而是应该化身为木头人 尽快用衣物包裹好这个暴露出的部位 蹲着不动 以免进一步激怒马蜂 不过就今天这件事来说 有个问题有必要弄清楚 事发当天 梁大姐为什么会被蜂群围攻 在这里提前跟大家透露一下也无妨 在这桩悲剧里头 梁大姐其实是替人背锅 因为背锅的后果太过严重 不仅当地警方进入了调查 几个月之后更是引发了一场法庭上的交锋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就在梁大姐被遮伤的第二天 有其他的居民报案了 我说我啊 我去拿个锯道 要打个招呼 要一个人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村民说的这棵被锯断的树 就倒在梁大姐被马蜂围攻的路边 顺着树干往上看 可以隐隐约约看到一些黄色物质 据村民们说呢 这里原本有着一个不小的蜂巢 可是被人这个锯断了树之后 就只剩下一些残存的蜂巢组织啊 当时蜂窝周边还有一些的马蜂还在飞 这个时候呢 都已经是遮人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了 这些马蜂依然围绕着残留的蜂巢 迟迟不愿离去 看到这一幕呢 相信有一定生活经验的人已经猜出来了 事发当天梁大姐为什么会被马蜂围攻的呀 简单的来说 就是因为马蜂的家被人给端了 因为外出归来的马蜂找不到蜂巢 所以就一直游荡在这个暗发地点附近 当第二天一大早 梁大姐呢 恰好经过的时候 这些愤怒的马蜂在生物本能的支配下 不管三七二十一 马上就开始了报复行动 于是无辜的梁大姐被马蜂群起而攻之 不仅被遮伤 甚至还因此丧了命 就这样 因为一群马蜂的复仇 酿成了一起原本不应该发生的悲剧 了解了马蜂发狂的原因之后 相信不少人都会替梁大姐感到委屈 好好的走在路上 没招谁没惹谁 结果竟然遭遇了这种无忘之灾 这简直就跟那句老话说的一样 人要是倒霉的话 喝口凉水都塞牙 不过一条生命的逝去 真的只是倒霉这么简单吗 最起码梁大姐的家人不这么认为 画面上的这位呢 是梁大姐的丈夫何先生 就何先生说呢 梁大姐正当壮年 也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之一 梁大姐去世之后 一家人就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 可是所有的悲痛 最终得要有个出口 那么梁大姐的家人的悲痛出口 又在哪呢 在梁大姐的丈夫何先生看来 冤有头战有主 我们不妨倒推一下 梁大姐为什么会被马峰遮伤呢 是因为有人聚了树 摘损风潮 那么假如这个人没这么干的话 这一切是不是就不会发生呢 除此之外 让何先生觉得心有不甘的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可以再来看看这棵倒下的树 树干嘛其实是相当结实 想要聚到它呀 哪怕是用电锯 估计都得要好半天的功夫 既然如此 为什么会有人费那么大的劲 拒树取风潮呢 在土屋上面 在警方调查过程当中 有村民是这么说的 最后的小男朋友晓得是什么 我晓得我晓得我晓得 听到他们这儿来说 按照村民的说法 这些马蜂之所以无家可归 可能是因为有人要摘取 他们的这个蜂巢卖钱 对于这样的原因嘛 梁大姐的丈夫 何先生觉得难以接受 你赚这点钱不简单 却把我媳妇的命给送了 这不是把自己的利益 建立在我们的痛苦之上呢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 何先生认为 妻子的死亡绝不是所谓的倒霉那么简单 他必须要找到这个摘取风潮的人 好好说道说道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也不难找 在调查过程当中 在一个镜头拍摄的画面里头 一辆可疑的面包车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当时车上拉着梯子等工具行驶的方向 正是事发地点 说来也巧了 经过摸牌 这人和梁大姐一样 也姓梁 不过呢 他是一名男子 我们就叫他梁先生好了 去梁某家里面 简单进行走法 了解情况 他家里面有马蜂的残留物 梁某到达派出所之后 他自己主动承认了 在20号下午 自己通过梯子 戴上电锯 去把树拦腰截断之后 在树倒之后 将马蜂窝取走 面对警察呢 梁先生承认的倒是也爽快 值得一提的是 他还承认 为了防止摘取 蜂巢的过程当中被遮伤 他还是全副武装 穿着防护服去的 梁先生的诚实态度 值得肯定 可是一件人命关天的事 光是诚实呢 显然是不够的 何先生认为 对于妻子的不幸死亡 梁先生必须得要 负一定的责任 于是呢 梁大姐不幸死亡 几个月之后 一场官司 在重庆市万州 去人民法院开庭了 官司的原告 是梁大姐的丈夫 何先生 以及他们的子女 而被告嘛 当然就是摘取 蜂巢的梁先生了 关于这场官司嘛 原告何先生这边表示 其实他们原本 不想走到这一步 开除的话 我是建议当事人 也就是那个死者家属 不用诉讼的办法解决 建议尽量协商 为什么呢 我估计 因为这个 取马轰的人 他也不是诚心 想来伤害人 他这个也是无益的 我们的既然是说 我们也不要他要求高大 只是说把这个 医药会和这个 胺脏肺是不好 这个就是说 一个和穷佛 你了解的这个顺道 合情合理 这就是何先生 对于索赔的看法 估计呢 也是不少旁观者的看法 可是对于梁先生来讲嘛 并非如此 他认为何先生这边的索赔 根本就是毫不道理 因为双方无法达成一致 最终呢 这事只能像梁先生说的那样 个性律师 法庭上见了 先来看一下何先生这边的诉求 他请求法院依法判令 被告梁先生 赔偿他们死亡赔偿金 赡党费 交农费 物工费等 总计人民币 九十多万元 可是面对何先生这边提出的诉讼 请求梁先生就不干了 正像刚才梁先生在电话里说的那样 梁先生认为 我提前一天取的蜂巢 你妻子是后一天被马蜂遮的 中间都隔了十几个小时了 这事怎么能就跟我扯上关系呢 除此之外 梁先生似乎也挺委屈 他表示 他之所以会大费周章的把这棵树锯倒了 把树梢上的蜂巢取走 其实根本就不是像有些村民说的那样 是为了钱 事实上 他主要是有另外一个目的 这目的往小了说 那是个人恩怨王 大了说那是为民除害 是完完全全的有利他性的 听了这话 估计不少人简直都会怀疑自个儿的耳朵 摘取个蜂巢 还跟为民除害扯上关系了 这未免也太夸张了吧 除此之外 梁先生所谓报复的说辞 也让人觉得匪夷 作为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人 竟然开着车穿着防护服 大老远地去报复一群 只靠生物本能驱使的马蜂 梁先生这是怎么想的 这蜂巢里的马蜂 到底怎么就招惹他了 竟然值得他如此大费周折 牛奶加花生 大力康小沃 银路牛奶花生 要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 刚才我们说到 面对原告何先生提出的诉讼请求 梁先生这边一开口 说辞就令人震惊 他表示 他之所以费劲巴拉地去取蜂巢 其实是为了报复这群马蜂 他是为了为民除害说破天了 也就是个捅破了马蜂窝的事 被梁先生整得 这都跟为民除害联系起来了 这又是什么名堂呢 对此梁先生是这么解释的 他把我取得过定 因为那个时候 我不是他花园 我就是过来个证明点 感情按照梁先生这意思 他之所以去跟这马蜂窝较劲 那是因为这些马蜂动用武力在先 正是因为自个儿被马蜂遮了 所以不想让这些马蜂再去遮别人 所以才会起了摘取蜂巢的念头 梁先生这个说法 他的行为还颇有几分 自个儿淋过雨 就得替别人撑巴伞的意思 可是老话说的好 君子论计不论心 不管梁先生摘取马蜂窝的出发点是什么 他的行为毕竟是导致马蜂无家可归 并最终报复到了梁大姐的身上 对于这个不幸的悲剧 难道梁先生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对于这点 梁先生那是有话要说的 首先梁先生这边就说了 事发前一天 他取走了蜂巢之后 其实是做了一定的善后处理的 在一份说明上 梁先生写道 取完蜂巢之后 他是喷了一瓶半的杀虫气之后才离开 离开的时候 周围的马蜂已经很少了 在这个基础上 梁先生这边又提出了第二个论点 据梁先生说 当地的马蜂其实挺多的 蜂巢也不止这一个 马蜂这种生物大家也知道 这个打眼望过去 长得都一样不说 而且又不跟人一样有身份证 既然如此 何先生凭什么就这么肚定 这上他妻子的马蜂 就是在这个蜂巢里生活呢 万一这是住在其他蜂巢里的马蜂干的 该怎么办呢 我们感觉如果这个马蜂 本身它周边的马蜂比较多 周边的马蜂比较多 它不排除有其他马蜂 看到这个树倒下的时候 它应该有一定的危险预见能力 可是它没有及时避险 这是不是说明对于这起不幸的死亡事件 梁大家本人也应该负一定的责任呢 所以综上所述 梁先生这边认为 原告何先生的诉求不能成立 请求法院依法驳归原告的诉讼请求 可以想象对于梁先生的说辞 原告何先生这边根本就无法接受 首先有必要说明的是 在何先生这边看来 梁先生所谓的善后措施 根本就没起到什么作用 因为那个死者呀 他是住院了八天才过世的 在抢救的过程当中 他是清醒了的 按照死者的指数 他才走到这个路口的时候 首先是回来了一只马轰 然后不到两秒钟 再来了又来了一只就是两只 然后不到三秒钟 一下子很多马轰 数字在倒的过程当中 马轰全都挥走了 也就是梁先生根本没有撒掉多少 既然梁先生根本就没有 清理掉多少马轰 再加上马轰有风潮被破坏之后 群起攻击遮人的生活习性 何先生这边认为 归根到底 还是梁先生摘取风潮的行为 导致了马轰的报复 并最终酿成了这场不幸的危惧 因此呢 就算梁先生是出于无心 但是他的行为 还是属于侵权 其实马轰它是虽然是野性的 但一不去取马轰潮 不会出现这个事 然后他在取马轰潮的 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说不把这个数字拒断 那个倒下来 也不会发生这个事 相当于这个也是一种侵权 双方各执一词 压力很快就到了法院这边 法院认为呢 要想厘清争议 就必须要弄清楚 那就是梁先生摘取风潮的行为 和梁大姐被遮身亡 这两者之间 到底是不是存在着因果关系 于是呢 正像我们节目开头的时候 说的那样 一个看起来 或许有几分荒诞的难题 就出现了 法院必须得查明 这群肇事的马峰的这个 房产信息 证明他们是否居住在 梁先生摘取的那个风潮里 有人可能会觉得 这简直是强人所难 马峰又没房产证 法院上哪去弄清楚这一点呢 正是因为难 接下来呢 法院这边的严谨细致 才格外值得称赞 在诉讼过程中 为了查明案情 法院的工作人员 不仅到事发地点 进行了现场勘察 而且还对附近的居民 当地的派出所 以及消防队 都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走访 那结果如何呢 首先 当地的消防队证明 专人事件发生之后 他们曾经分三次 到涉案地点 对残余马峰进行过清理 其次 大家听好了 根据走访结果 法院认定 涉案地点附近 没有其他的马蜂 以及被摘取的风潮 采摘马蜂窝 到死者死亡的这段时间 死者没有被其他马蜂窝 所遮过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运用民事送 关于证据的相关规定 认为被告摘取马蜂窝的 这种行为 与原告的死亡 具有高度的可能性 那么他们双方之间 存在因果关系 通知在说 法院认为 梁大姐的不幸死亡呢 确实是跟梁先生 摘取风潮的行为有关 这就意味着 梁先生的确是侵害了 梁大姐的生命健康权 他必须得为这种侵权行为负责 不过说到这儿呢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之前梁先生也说了 他认为梁大姐作为成年人 是应该有一定的危险 预见能力的 可是梁大姐在经过 事发路段的时候 没有仔细观察周围环境 因此呢 没有进到合理限度内的 这个安全注意义务 也存在了一定的过错 那么对于梁先生的这种说法 法院会予以支持吗 双方具体的责任划分 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一块来听听 法院这边的说法 我们首先要确定一个主次责任 被告梁某 他摘取马蜂窝的这种行为 那么既然我们认定 他与原告的死亡有因果关系 我们并且本案中也不存在其他侵权人的情况下 我们认为被告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而原告作为成年人 他没有尽到足够的观察义务 原告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至于他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 那么也是我们考虑到 这个案子的一个具体情况 最后最终来确定的一个 他的赔偿责任 这里面也有一个法官的自由材料的问题 最终万州区人员法院酌情认定 由被告梁先生承担80%的责任 死者梁大姐承担20%的责任 关于原告何先生这边主张的费用损失 法院综合各种因素审查之后认定 因梁大姐死亡所产生的各项损失为90万余元 最终万州区人员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 被告梁先生赔偿原告各项损失 75万余元 判决生效之后 虽然双方都没上诉 但是因为梁先生的家庭条件也有限 双方都在试图寻求进一步的协商的可能 一起马封商人事件 至少在法律层面总算是尘埃落定了 回头看今天这件事 无论梁先生提出的出发点到底是怎样的 他私自摘取蜂巢的行为本身 其实就很有风险 一来摘取蜂巢需要有相当的专业技术 如果摘取不大 可能会对自己造成伤害 另外一点 如果这种摘取行为殃及他人 那么还有可能面临法律上的侵权风险 实在是得不偿失 因此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还是要规范自个儿的行为 坐实之前多想想后果和潜在的风险 以免因小失大 甚至带来无法挽回的局面 牛奶加花生 大力康小厄 引论牛奶花生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 各位观众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